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啟源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北市蛋黄区房价以维稳 外围线补跌风暴 Google攜手宏达电 硬度卖Pixel 日月光中立厂获认证 助攻车用电子风测 神秘买盘再度涌现 乐身敲开跌停 禁阳予百分之七 来关心台股 美国升息几率升高 外资看好美元升值 将资金抽离台股 即使昨天台积电大力光 两大全职股业绩很好 第四季展望乐观 依然不敌外资卖压 加全指数早盘跌破9200点 另外雅股周五上扬 尽管疲弱的中国出口数据 拉低了昨天市场的风险情绪 却没有对市场形成影响 日经二五指数小涨0.27% 而尽管泰王浦美彭昨天逝世 泰股SET指数今天上扬超过4.02% 上涨的原因可能来自泰国股市 仍然正常开盘 而且政局并没有陷入明显动荡 再来看到新台币五盘升值4.6分 占报31.714元兑换1美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电信巨波Verizon公司表示 雅虎五益账户资料外泄 恐怕会对Verizon以48亿美元收购 雅虎核心资产的计划造成实质影响 不排除削减收购价码或放弃收购 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13日 造访日本京都任天堂总部 库克推特发布照片在四晚年底 将在苹果iOS平台推出的超级马力欧 身旁包括任天堂社长君导达己 及马力欧之父游戏开发者公本茂 市场憧憬双方将有更多合作 任天堂股价一度飙升2.6% 受全球需求疲弱影响 中国大陆9月出口降幅创下7个月最大 进口也在线衰退 由于9月贸易顺差大幅缩窄 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 13日人民币兑换美元 在按价收牌逼近6.73元关卡 与期连叠的中间价 连美创下遇6年低点 马云一手创办的阿里巴巴电商平台 历经20年带来的各种经济创新 举世瞩目 但马云昨日却语出惊人的表示 电子商务依此很快就会被淘汰 未来新零售 新制造 新金融 新技术 新能源五大创新将会深刻影响世界 新台电视 这里报导 惠玉调升台湾主权平等 正是15年来第一次 休息一下产业劲爆 马上回来 百年功法三代成传 损茂艺术历久不衰 遵循传统技艺 打造优质原木 完整呈现实材的纹理之美 让台湾的损茂木翼工法 再现风华 承袭鲁班精神的木翼专家 明木专业木工厂 安全 舒适 省钱 又环保 扇腾热泵热水器 业界唯一延续经过两年 零下31.6度C酷寒考验 纯顶级CO2热泵热水器 无需电热棒加热 为您省最多的钱 拥有全亚洲最具经验的 CO2系统设计安装 及专业客制化服务团队 商业应用广泛 节能最高可达75% 扇腾热泵热水器 是您企业COSTAW的最佳利器 家是安心的住所 作为一位建筑者 我们有责任 在看不见的地方 依然承诺 建筑安全履历透明化 不只外玩就连累载 都能言敬畏 这样的保障 中立建设真的做到了 因为我们坚持只做对的事情 用心建设 安心好宅 欢迎回来 联岸关系紧张 对岸似乎又走回 已伤逼阵的老路 是否冲击到台湾整体经济表现 我们带您看到今年会议首度发布报告 调高台湾平等 会议认为在平等期内 两岸关系不太可能进一步解冻 但是现有的经济与贸易联系 将继续不间断运行 同时台湾的财政状况稳步改善 因此将台湾的主权平等上调 全球第二大信品机构会议 12日发布最新的报告中指出 台湾财政状况稳步改善 2016年各级政府出现盈余 是20年来首见 预测2016预算赤字为GDP的0.7% 也低于先前预期的1.2% 公共债务维持降低趋势 也因此调升台湾主权平等 台湾长期外币平等 从原先的A+,升级为AA-, 台湾本国货币平等也是AA-, 主权展望稳定 这也是自2001年以来 国际信品机构会议首次调升台湾平等 会议亚洲主权平等部副总经理费安德指出 新政府520上路以后 虽然海峡两岸关系又冷却现象 但民间的经济与贸易联系并未中断 因此这并没有改变台湾的主权信誉度 会议预测今年台湾GDP成长不到1% 不到官方预测的1.22% 会议并也提醒台湾GDP增长疲乱 中国内部供应链增强对台湾出口竞争力威胁等因素影响 预测台湾明后年GDP成长分别为1.5%和2%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人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导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韩伯社 硬工马卖将下架造成民政恐慌 显示英脱欧后果才刚刚开始发响 金融时报 日本由尼库勒母公司训销网络销售强劲 带动今年业绩成长一倍 华杰日报 根据调查 美国4年内将进入新的经济衰退循环 日本经济新闻 软营在阿拉伯寻找矿卖商机投资施兆日元成立基金 油价大涨加上政府决策助攻 绿能节电产业发展态势走扬 休息一下产业定报 我们马上回来 床的世界 爱飞智慧床 转力研发飞轻入性 光鲜生理侦测技术 不穿不带 睡眠健康管理 五大功能 睡眠健康活动记录 夜间离床照明 震动唤醒 疏解打憨 智慧家电控制 开启睡眠3.0 健康管理新时代 爱飞智慧床 智慧守护全家人 健康智慧睡眠 尽在床的世界 在台湾 残废失能人口因疾病 与意外原因占了67% 其中半数为30到64岁青壮年 残废照顾需要长期的投入10千米金钱 身为家庭支柱的您 请尽早为守护您的家庭做好准备 台银人寿幸福人生 残废照护终身保险 用国家级的保险给您国家级的保障 说服幸福人生一辈子 台银人寿 欢迎回来 但您看到太阳能事况好转 包括细晶圆与电池 本周现货价同步反弹 涨幅超过2% 加上新政府对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决心 激励太阳能类股股价连媚总扬 我们今天的产业之观 大概至少我们一年有倍数以上的成长 景气长线是看好的 那短期当然有一些起起伏伏 这是难以避免的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达成协议性质产量 激励油价创四月来最大涨幅 带动节能概念的太阳能族群走扬 根据调研机构数据高效太阳能多精细晶圆 本周现货均价较上周涨2.64% 业界普遍预测第四季会比第三季来得好 加上新政府大力支持太阳能发展 激励节能股价 周四硕和与国硕 涨幅超过3.2% 预计也有1.62% 我们的目标是很坚定的 而且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勇敢的作势 来做这件事情 在2025年太阳光电的20GW的中长期目标 一定会达成 新政府喊出2025年达成非核家园 到时再生能源将占20% 其中太阳能与风电为主 太阳能累积安装量 渴望达20GW带动1.2兆台币投资 同时两年内以新建屋顶与地面型太阳能发展 达到1.52GW安装量为目标 其实这两年要做的量 比我们过去五年做的总量还要多 新政府端了这么多牛肉出来 但是牛肉要怎么样端到吃得到的人的面前 然后大家可以吃得到这个牛肉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小段路要去突破 台湾其实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台湾它的那个半导体产业 可以延伸下来到太阳能SOLA这个 这个SOLA sale这个产业 我们有最好的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可以做成最好的模组 它跟汽车的引擎一样 没有它不会发电 其实台湾企业的竞争力不差 现在缺乏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政策 跟好的方向 跟一个来来来引导我们这个企业 往对的路上走 尽管业界对政策看法不一 但绿能产业发展已成定局 场观学研要如何携手合作 创造一面 考验政府智慧 新行亚太电视高建伦 陈辉摩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台北纺织展 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美国联准会公布和皮书 美国总统选举两党候选人第三场辩论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啟源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